您是否有过骑错机车的经验 日前有一名代姓女子到长桥派出所来报案 表示在买菜的时候机车被别人骑走 派出所立即前往现场查看 发现现场遗留了一辆和代姓女子所骑用的机车一模一样 经过警方查访之后 误骑机车的女性女子表示 同样在附近买菜离开的时候 误骑同厂牌同款式的机车 并非机车窃盗而是乌龙一场 女性女子表示误骑到代姓女子的机车 她也感到十分的抱歉 日前有一名代姓女子来到长桥派出所报案 声称在买菜时机车招人骑走 长桥派出所立即派员前往查看 发现现场遗留一辆与代姓女子所骑的一模一样的机车 经过警方查访之后 误骑机车的女性女子表示 她也同样在附近买菜 而离开时误骑了同样厂牌 同款式的机车 并非机车窃盗而是乌龙一场 称在万生路杂货店买菜时 机车招人骑走 严谨立即前往现场查看 发现现场遗留一辆与报案人所骑机车 款式一模一样 警方利用M Police查询后 发现是另有民众误骑 并主动无限找到报案人骑车 提醒民众骑乘机车时 务必确认机车是否为自己所有 避免被误会成不法行为 凤林分局表示 部分旧款机车因为锁头插拔钥匙孔 结构上的磨损造成其他把钥匙 也能够发动机车的情形 提醒民众骑乘机车时 务必要确认车辆是否为自己所有 避免因为误其他人的机车 而被误会为窃盗行为 记者林杰凤林郑采访报导